歡迎收看 麻辣同學會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麻辣同學會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麻辣同學會 你們知道夏琳剛才是什麼 振奮自己 振奮自己 每一個一一拍跟四吧 來 動起來 動起來 新同學 來 新同學 不好意思 讓你給我講 來 自我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傑文 傑文 謝謝傑文來到我們的麻辣 謝謝 這是我們元宣宣 掀起了一種轉的藝術 從天后蔡依林她那個 特務J的MV開始 大家從那個特技表演開始 打開另外一扇穿舞 很多的女藝人知道嗎 開始學習新色鋼管舞 現代鋼管跟以前鋼管 其實是不一樣 對 現在可能更多的運動 更多的美感 而且看的時候 會讓你膽戰心驚 那個特技表演 嚇死人知道嗎 感覺是體操一樣 體操結合在一起 沒錯 總算轉過來 我們看看現在的MTV MTV 我們看看今天的VCR 鋼管舞是像舞蹈結合 鐵操動作的表演藝術 舞者在垂直直柱上 做出各種攀爬 旋轉 倒掛 和高難度動作 需要高強度的激勵與耐力 才能展現出雕塑般的身體姿態 近年來在演藝圈中 鋼管舞運動成為一種藝人們 調整自我極限的專業技藝 像蔡依林 法克利特 更是其中的佼酒者 今天請到幾位 勇於挑戰這項運動的來賓 分享美麗背後 究竟要付出多少傷痕與淚水 真的很不穩定 很辛苦 對啊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現場 四位都是可以說是大明星 然後他們又學習了鋼管 不過無論如何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當初是什麼樣的動機 什麼樣的原因來接觸到 現代鋼管的表演 那我們先請教小嫻好了 其實當初會接觸鋼管是因為 我演出一個歌舞劇叫台灣舞娘 然後當時台灣舞娘這個 之前很紅 因為劉正老師演過 然後那時候他們 一旦來台北演 然後希望我可以加入 然後因為我演的那個角色 是一個在鄉下跳鋼管的 就是電子花車女郎 然後她到大城市去追求夢想 然後就演出了很漂亮的那種 雙人的鋼管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那一段時間 我大概有四個月密集的時間 我今天在訓練鋼管 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到教室去的時候 其實我不曉得我後面能不能完成 因為實在太痛了 妳本來都沒有接觸過就對了 我小時候爬那個竿子 是在地上跳 跳一整節課 我是根本上不去的 就是因為我們整個演出 是在半路天使的 這個整個花博館 其實它是半路天使 所以外面氣溫有幾度 它場內就是幾度 然後那時候剛好演出 是碰到冬天 然後冬天寒流來的時候外面八度 然後管子就比八度還低 因為它是金屬的嘛 那就變冰棍 然後整個就夾不住 夾不住 完全夾不住 沒有摩擦力啊 對 就完全夾不住 所以其實那時候有失誤過 我有在台上就是掉下來過 小嫻說夾 妳看她戴這個照片 妳這個支點 妳只有腋下吧 然後腳 就這樣兩點吧 腳是Hold著而已吧 右腳有勾吧 這是妳嘛 對不對 這是妳給人嘛 對不對 妳到底用什麼東西 撐在那鋼管上 她是怎麼撐上去的 就是手夾 然後腳有摩擦力 而且用看就覺得好痛 其實那個鋼管是 妳的皮膚就是煞車皮的力氣 對… 所以她其實 我每次看她們跳鋼管 那滑下來的時候 那ㄍㄧㄥ那個聲音 還有一張 這個也很厲害 很漂亮 這張就很漂亮 超美的啊 妳看她人魚線的動作 整個平了耶 她快平了 這個動作超痛的 剛開始完成這個超級男人的時候 就很想罵髒話 用夾的就對了 對 用腳夾 對 然後我後來就真的練出興趣 一直到後來我覺得真的 我發現我愛上鋼管 然後就從 練鋼管 到後來就入骨了這樣 自己可以練 在那個羅斯福路嘛 對不對 巷子裡面開了一間鋼管舞的教室 在羅斯福的巷子裡面 我還去採訪過 能夠請妳幫我們稍微示範一下 入門或經典的動作 給我們電視機前面女性觀眾 她很厲害 她不會小小示範 她會大大的示範 沒有 不要這樣挖洞給人家跳 對啊 我其實演完台灣舞娘 大概也一年多都沒有 也沒有真的 跟游泳一樣那個本能都會在 還是示範一下當初 台灣舞娘的經典動作 好 我就示範兩 三招 我那時候台灣舞娘 不用太多 沒有關係 脫血也盡量脫快一點 這是優雅 對 女生很漂亮 上面是 要開始就要這樣了嗎 所以說小嫻老師 這兩樣就是基本的 經典動作是嗎 對女生的經典們 脫衣 那這個衣服是經典直裝嗎 其實基本上來上課 一定是安全褲 對 然後上半身的話 看你自己 如果覺得布料太多會滑 你就穿個兩截式的運動服 來囉 對 其實我那時候台灣舞娘就是 直接 抓到 好厲害 對 小心 小心 對 就直接起來 然後 然後有點流手汗 對 她這裡現在才可以 對 不好意思有點流手汗 然後 接下來就 上館 你看 你看 火靈火 你看 台上 小心喔 這樣跟那個捏捏人一樣 然後就 好 聽到那個聲音 不是 這個皮不會 皮應該會破吧 你看 給鏡頭看一下 你看馬上就紅了 對啊 他其實會馬上紅 這個 是嗎 是嗎 因為宇哥 心那種快掉出來 妳要拖在那邊 妳好強 如果一年沒練 我不敢做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久了 這塊皮就粗了 就沒感覺了 就粗了喔 就長鹼的意思 她是說 她說要Cue主持人挑戰 妳剛剛這個動作 哪有辦法 哪有辦法 會少一個主持人 Cue幾個少幾個 那得練 得練… 她可以試這個動作 她可以試這個 就是肌力訓練 這支就好難 她應該可以… 不要 妳要用胸口 靠近管近一點 然後對 然後不要走 不要跳 不要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妳要轉面 這樣很輕 不滑 不是 妳面 我也在撐著 好 妳撐著 我幫她扶著它就不會滑掉 妳不要跳 我怕妳才會撞到 好 來… 阿璐巴 由於兩位主持人的幼稚行為 導致德烈摔在底箱 好在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呼籲觀眾朋友們 千萬不要嘗試這種危險的行為 來 你試看看 我不會跟你阿如巴 你放心 你們離我遠一點 沒有 我會相信你 這種危險的事情不會講 離我遠一點 你不要接近他 太恐怖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會這樣整個 這樣橫著那個鯉魚棋 鯉魚棋 走國起跳 那個你要上去是不是 這個還是要請老師來 可是我們剛剛男生 抓都覺得很滑 你們這樣子一直抓 手都不會出汗 會 我剛剛有出汗 就有點掉 好厲害 班老師要離一棋了 不要 離一棋那個很難 那你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 老師你試這個 抓的 你在這邊看好了 對 你試這個 這班老師沒問題 這個是不是 對 他老師 行不行啊 他老師放在家裡面掛著 對 把我腳打開 沒有 好 好 好 放在家裡面 厲害 好 好 厲害 好 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那老師如果是這個 譬如說 哇 好了 好 拍到 好厲害 好厲害 就不要用腳 直接用手可以嗎 沒有 你要力氣夠 好厲害 超級厲害 厲害 你力氣很傷害 這樣這麼久 對啊 其實我今天是有邀請一個老師來 因為我們其實還是有很多動作 是學鋼管一直到現在都還不會的 老師在哪裡 老師 來 歡迎老師 謝謝 鋼管借出美女 不得了了 土埔 土埔老師 土埔老師 大家好 妳好 妳好 老師好 大家好 老師就是教我那個跳鋼管 然後他就是個子小小 可是他力氣非常大 看得出來 看他手臂就知道了 好像那個波棋飄 波棋飄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老師 一拳可以打死一拳 我只是可以扛瓦斯而已 他能不能打死一拳 你又不曉得 但是我真想看他能不能一拳搭 好啦 來 老師 他也可以徒手爬上去 徒手 女生喔 不是 我們都可以看 老師的意思 他有什麼樣的動作 謝謝 好強喔 好厲害喔 對 你後面演 對啊 我覺得好害羞喔 這很厲害喔 我跟妳說 剛才那一拳 剛才那個動作 男生就算是真的背地很好的 爬上去也不見得舒服 我跟妳說真的 因為你知道 鋼管這個東西 為什麼一直很適合女性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的身體是不太一樣 這是非常正經的一件事 身體不太一樣 男生就很容易去會撞到一些 可能會折腕之類的 就會很痛 對 一定會抹 像我剛剛下來 其實我到現在還在痛 哪裡 折腕 這男生在利用非常小心 對不對 男生有些障礙 妳真的抹掉了 當然 因為妳也知道 左邊還右邊 左邊 左邊比較右邊 所以我們現在 吳布老師準備好了 妳想看什麼呢 對 國旗飄 李宇綺 國旗飄 國旗飄 哇塞 太輕人了 超強的 好強 太厲害 真是太厲害 普老師 妳真的是太厲害了 看怎麼目瞪口呆的 來賓 妳想要點什麼 空中漫步 有嗎 空中漫步 空中漫步 就是點菜的概念 那就是 Michael Jackson的空中漫步是不是 先看看搞不好妳 對... 看看 空中漫步 為什麼幫Michael的音樂 這個是旋轉廣話就很像在 它就會轉 對 因為我好像 就好像有看過這個 對 誰跟你這樣子傻的 我對妳有機會挑戰 對啊 妳可以試試看 不是 我剛才那個折完到 現在還在痛 妳還兩顆 妳怕什麼 妳都只有一顆 妳惹我痛嗎 對 空中漫步 空中漫步 妳是倒閉路 我要聽 Michael Jackson的倒走 對啊 可是旋轉廣為什麼他會動 對啊 我怎麼會動 為什麼妳會動 這邊立即有什麼 他用在編的肌肉 你看 這比較派場 好棒 我覺得妳們兩個其實 會應該配起來做一個表演的 不要這樣 不是 妳該去上這個課 妳知道嗎 妳試試看 有小嫻 又有婆婆老師 真的 我真的是剛管奇才嗎 妳放心 妳來 因為我跟甜甜一般 可是妳不用太擔心 甜甜最近練這個 練到走火入魔 你知道她走在十字路口 那個不是一個停 那個牌子 她也在那邊 真假的 這是一個毛病 其實我們都是有學的人 看到這種柱狀 有柱狀的話就聊 好興奮 心裡的有激動 我每次 對 我每次走捷運的時候 我有那個感人 然後我經紀的人旁邊 他看到我眼神變了 他說 妳不要激動 不可以喔 不可以這樣走 然後我說 這個 妳看 這是誰 我改拉環 看一下這個照片 剛才妳是誰 這是誰 是我 妳看 妳是在公園是不是 這是勤務停車的牌子嗎 在那個U-bike站旁邊 然後這是我 因為我那時候去 我再做一個計畫叫做 用身體記錄台灣 就是拍很多台灣的地方 然後我是穿著硬鞋 可是我那時候到這個橋的時候 在南投 忍不住了 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不行 我一定要上去 對啊 一定要啊 可是因為其實這個的難度啊 不是在接Upside now而已 它其實是因為我們鋼管 都像要穿小嫻嫻這樣 是兩節 因為肌膚才可以接住鋼管 穿長褲會滑的 對 穿長褲跟長袖 根本就超難的 茵茵當時為什麼會接觸到鋼管舞 其實那時候是覺得 學到沒有什麼舞 就是好挑戰 好批喔 也不是這樣 特別是因為我什麼都想去學 所以國標啊 什麼 想得到的任何舞蹈 我都有去接觸 就覺得很有興趣 只要是舞蹈 可是後來就覺得好像都還滿 容易入門的 因為我是科班出來 既動作很快 可是我後來碰到鋼管 我覺得應該也不難吧 就轉轉圈好像也還好 就發現它其實是 體操加芭蕾舞的綜合 所以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加上我的手的指力非常的弱 所以我只要一回到家 要訓練的時候 先炒那個糖炒粒子有沒有 先練鐵殺掌 鐵殺掌你知道 因為我真的力氣太小 我剛剛有握過牙齒 我說你看這是我最大的力氣 就是我輕輕我握得太好了 我跟妳握 這是我最大的力氣 沒有 認真握 我認真握是不是 妳想認真握 這是我最大的力氣 他臉真的都抖動抖 對 可是因為就是 好沒力耶 那個得獵的不準 舞哥的比較準 舞哥的手還滿有力的 妳來跟他試看看好不好 我來… 好酸喔 那我們排隊好了 排隊的跟他 對 跟他 對 那一杯 我還沒握 真的 妳要用力 對 認真 妳還要再認真 還要再用力一點 妳要再用力一點 用力 再用力 妳不要怕 對自己有點信心 舞哥 舞哥 我跟妳協過婚了好不好 不是 已經協過婚了 不協過婚了 不要… 不要… 歐蜜蜜蜜蜜蜜 好 謝謝 真的 力氣很小嗎 不曉得 她的表情好像就是 那個下腸道好像堵塞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練鋼管就很辛苦 因為很多的力氣是要保護自己 並不是說我要做多難動作 其實保護自己非常重要 妳家裡面等會贊成妳練這個嗎 沒有啊 因為妳都科班的那種正統舞蹈 我爸媽那時候聽到我要練這個 他們的印象就是 台式的那種推拉鋼管 你知道就是那邊 然後就很Sexy 就是穿得很露 就小費比較多的那種對不對 對 一件一件拖 可是我爸就有這種印象 他就 就是不准我練這個 KG有別的工作選擇 不一定要學這個 因為他芭蕾 國標都跳得很好 對啊 KG去別的嘛 那怎麼說服妳爸 後來我就是找了很多國外的影片 因為這是在 美式鋼管是在就是 國外很紅這樣 然後我就找了非常多很厲害 然後跟他講說 這是一種極限運動 他不是純粹只是像台灣的那種跳舞這樣 雖然他們也會做一些招式 但是那個是很健康的 然後就一直不斷洗腦他 對 然後他 我爸有時候走到我旁邊 他就跟我說 不要臉喔 不要臉喔 他爸爸看到 調障物全部都破壞掉 對 我花了大概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去跟他講說 這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然後可以練到很多就是 腹部的核心 然後跟他講一講 然後我去練了 在節目上有表演過 然後他就覺得好像 就慢慢適合 他比較可以接受就對了 對 因為我個人也是 有一陣子沒有練了 所以 子晨我看會不會難過 子晨妳難過 要一個比一個 對 要一個比一個 像那個乾手的那個嗎 對啊 就要乾一下乾 在這邊 擦一下 好害怕喔 對… 我想要怎麼做 側爬嗎 要不要倒撲撲進來 倒撲撲進來 上桿了… 好俐落喔 小心喔 然後 我有忘了 來 撲撲進來… 撲撲進來知道 這裡就是妳家啦 直接進來沒關係 OK 在幹嘛 要轉一轉 好快喔 自己進去的 對 好快喔 好快喔 這樣 沒力氣了 沒力氣了 沒力氣… 沒力氣… 好 抓… 沒力氣了 很厲害… 超能的 太可憐沒錯了 太可憐了 兩隻腳整個跟三隻是平行 對 因為我也是有四個月沒有練 是筋開腰軟 柯班本身一定會這個樣子 每一個機會都是這樣 可是妳知道那個肢體有多漂亮 多美 對 好美 好緊張 好可怕 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成功了 妳不覺得看著我們三個都傻眼了嗎 對 跟三個傻瓜一樣 真的是 對 因為我還有 其實還想要做一個動作 可是 妳做妳做 不用講 直接做 不用講 直接做 妳要吃便當作 謝謝 我要吃這個握力 這個動作叫做什麼 術語叫做是 叫做筷子 Chopstick Chopstick 好 可以 可以講 Chopstick來了 我這樣要轉一下面 OK 可以控制要轉哪一面 好美喔 手臂跟腰的就要這樣 手臂跟腰的就要這樣 他跟腰下而已 好美喔 你剛剛要那腰往後面 怎麼有辦法幹得到 他這邊都紅了兩條線 這邊… 來 鏡頭拍一下 鏡頭拍一下 來… 這一塊 它的支點是 這是肩膀 腰跟大腿內側 這是大招 對 這是大招 這是我人生學過最難的動作 這個比剛剛那個 把娜娜去可能還難嗎 對 因為肢點比較少 而且它在高空上 如果旋轉管的話很漂亮 是... 依依還有別的嗎 先不要好了 沒力氣 謝謝 厲害... 好 謝謝 小嫌戀更換 差點半身全肺 她那個動作可以施法嗎 可以惹到我們管 那你管她當天那一代沒有軟墊嗎 這個動作沒有 叫Jasmine Jasmine 然後就是上來 然後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放手 對 我就是在這個動作摔的 整個就彈下去 我的左邊整片幾乎是廢了 我後來發現我的背後 有一塊凹下去 當時是什麼接觸這個 因為我當時出道的時候 是參加一個選秀節目 就是那個魔王大道 對 然後那時候我是模仿謝金燕 然後他們就想說 想要謝金燕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安排我去學鋼管 我就是謝金燕跳鋼管這樣 然後學了一個禮拜之後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鋼管 就是影片看影片 就好像很輕鬆好像沒什麼 但其實鋼管它是一個 你看起來很輕鬆 但是你做起來非常難 非常痛的一個運動 一一突破這些痛啊 什麼摔啊 就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然後就覺得 很喜歡挑戰的感覺 所以之後就有一直繼續練下去 剛剛他們那些動作 在妳看來OK嗎 非常厲害 可是妳根本不放手 妳是不是因為愛這個鋼管 還在家裡面裝了一隻鋼管 對 我家有一隻鋼管 那妳就應該更熟悉了 其實也還好 那還等什麼呢 哪一段妳覺得難的東西好不好 我覺得難的 對 以安全為主 等一下也不要見他們這樣 別人下不了台 這樣子也不好 我還是他們都 不好意思 他們都穿這樣 那我也換個衣服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他高興就好了 OK 可以啊 那是這樣的嗎 快 我穿在裡面了啦 你不要在那邊國中生 在節目上這樣子 其實有一點點 可以啦 他裡面穿的是OK的 運動的 好瘦 真的好瘦喔 我示範一個那個修的帽子 修帽子是不是 用肩膀的 老師可以輔助我一下嗎 修的帽子 他用肩膀一個支點而已 然後等於上去 靠停在那邊 原來是這樣 對 這是最難的地方 妳靠這邊耶 好厲害 好累喔 所以基本上你們應該都有腹肌吧 一點點 這個一定要很有 不要這樣嘛 沒有的話怎麼辦 不是 因為你們上去的時候 那個不就是用核心的上啊 核心肌群要非常強 還有這一塊 這一塊很重要 還有二頭 真的不簡單 看見看 他這次功夫真的厲害 我們看看他平常的練習的影片 好不好 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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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厲害 小強 而且你可以自己做旋轉的那個 沒有...他桿子可以變成轉的 對 因為他跟我旋轉 然後又傾注 我想說好厲害的事情 你實在是沒有了 你 那個看也知道 沒有 他真的是沒辦法想找 對…沒關係 舒子晨聽說你常常會 走到哪裡就會掛到哪裡 對 就是 譬如說坐捷運的時候 我們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一握到我的 心裡就會有個激動 就是眼神就會變了 然後我經紀人就會在旁邊提醒我說 你不要激動喔 不可以喔 這也是捷運喔 你不可以這樣子喔 所以你在捷運上暴走過嗎 沒有暴走過 那如果假設今天這是捷運的桿子 你想怎麼做 捷運上喔 Headscreen 捷運上 我說大聲話 這就是我說那個動作 來囉... 唉唷... 唉唷... 姐姐妳剛剛在那邊擋手 這好滑喔 這好像... 但是很棒... 這個很滑 而且如果試想現在在捷運裡面 然後突然一個女生這樣走過去 這樣掛起來 哇塞 Oh my 而且為什麼他們表演的時候 都是那種懂之懂之的 因為到我就變成姐姐 對啊 那就是妳的刀牌 對啊 真的不容易 先請妳踢蹋回去先去 對 回去休息一下 謝謝 前面厲害 妳從這樣亞豬 妳確定要聊妳這一趟嗎 亞豬妳怎麼辦 我覺得妳們應該要從最初級 然後排到最高級 不過亞豬其實滿配不上 妳一開始是演員出身嘛對不對 所以說妳基本上跟運動兩次 妳不是運動員吧 完全不是 妳也沒有上過健身健美什麼都 舞蹈基礎什麼呢 沒有 我以前 是一個完全不會跳舞的人 所以 零舞感的人 妳為什麼會突然想到學鋼管 因為我力氣比較大 他力氣真的很大 我跟你講 握手一樣 妳可以去搬磚塊還是做什麼 德烈跟他拚 不是 我是用蠻力的那一種 沒有 妳可以握手 真的 我看誰情報 妳這個手伸太快了吧 德烈 開始 真的... 德烈 拔沒拔成這樣 沒有 就是 有比他力 他比較有力 我們忘了上次有沒有 德烈在節目跟鳥伍告白 他們是有感情的 好啦 今天讓妳摸到手了 跟妹妹吧 開心喔 可是我們還是回歸到正題 怎麼會學到這個鋼管舞呢 我那時候是踩電影 會抓鋼管舞 但是其實鋼管也是唯一一個 就是我為了戲或電影學 然後拍完之後 我還有繼續自己學的東西 那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他當時為了電影 為了戲劇練習的影片好不好 來 這他本人喔 是啊 影片裡面看起來比較胖對不對 也不是 這是運動褲嗎 這是康系舞蹈大賽 其實也滿厲害的 這耳朵都很強 我覺得那個 有那個乾熟的都很難上 這誰 那個是誰 那是老師 那個先渣人是誰 他是老師 老師來幫忙 對啊 很厲害 這是在教室練習的 可是妳當時苦練這個 是為了電影 可是後來電影有如願 讓妳自己上網 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太密集 太短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演 就是演鋼管女郎 也是電子花車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 其實導演已經給我們很多時間了 到拍之前 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練 可是這個真的是 不是速成 對 真的沒辦法速成 所以那時候我們拍了一個月 不是 練了一個月之後到最後 要拍那一場的前一天 那天還在練 那真的沒辦法 我就說跟導演說對不起 真的要替身 因為那個動作真的是 不是一個月就可以學起來 所以最後是替身拍的那場戲 那一個動作是替身 那妳一定很遺憾 今天給妳圓夢 對 我覺得妳今天應該把 那一個月的修練成 我那時候後來決定 再繼續學的時候 第一堂課我就跟我說 老師 我一定要學這個動作 老師說 那不是妳的等級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練到那個等級 所以最後到底妳學會了沒 我最後有學會 好 來... 所以今天就是要挑戰那時候 做不到的動作嗎 可是每天的狀況 可以的... 電影沒有呈現了 現在在節目裡面呈現 加油... 可以的 沒有老師保護妳 需要補足 請保護 沒有 不用保護 這個動作沒有到很那個 可是我怕我對不起 妳要讓補足很尷尬 她要進來又出去 沒有 老師 要待會兒做一個最正確的那個 最正確的 對 妳先會做一個不正確的 對 這樣妳戒指 戒指應該已經很忘記了 德烈 德烈幫妳拿著就好了 妳要不要乾熟的那個 乾熟的那個 關心成這樣子 妳剛剛問她 一幫沐浴乳跟洗髮精 好了 德烈妳幫她保管戒指 她剛好妳再把她套回去 然後她說 嫁給我好嗎 那個戒指好像是尾戒指 綁小人 那是綁小人 要幹嘛...來 我今天沒有力氣 其實她最... 我剛剛做得很不標準 如果做得標準是非常好看 就是要在上面 然後最後要坐在妳的手腕上 然後一字腿這樣 這樣抓的時候會這樣 那動作叫做Hello Boy 是在動作 Hello Boy 那標準動作誰會做 老師啊 老師 妳啊 不好意思 老師試試看 難道是我嗎 這邊都會 真的假的 這邊都會 對不對 你們都會嗎 他們應該都會吧 小姐 妳還是看看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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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知道耶 我可以試試看嗎 有喔 後來 對 來 換小姐 她突然講Hello Boy什麼 對啊 她突然講 她突然講 Hello Boy 突然講 Hello Boy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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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陰頭炸地板 倒地15分鐘無法動彈 那天是嘗試做旋轉管 就不知道為什麼我手 一用力腳就突然鬆掉 我就從在高空中 直接頭炸地掉下來 然後因為我又剛好 對 加上我又是在做一個HALFN 我是倒過來做一個下腰的 在上面是一個這個形狀 在下面直接這樣夾心餅乾 在我的脊椎就折了一下 我當下 因為我本來腰就有舊傷 結果我在地上 我就躺了15分鐘 就趴著15分鐘 連話都沒辦法講 發酵管最容易發生受傷的事情 我那時候面臨到我覺得 最不可思議的一個傷 是因為我當時演台灣舞娘的 首演 首演的前一個月 我非常密集的訓練 然後一直到演出的前一個禮拜 我天天練 我們其實滿多支舞要練 結果練到後來我的左手臂 整條就是都沒有力氣 然後因為你的手臂肩膀沒有力 你的背後的肌肉 就會找別塊肌肉來幫忙 對 就這樣幫忙到最後 我的左邊整片幾乎是廢了 然後我要想說我要首演 我要首演怎麼辦 演出有好多舞要跳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跟醫生求救 然後醫生就說那沒辦法 因為整片都太痛又發炎 那妳為什麼不能學楊雅筑說 找替身 舞台劇 剛剛舞台劇有什麼替身 不是電影 不是電影 下次馬拉同學會 我們就幫妳找個替身 而且那是我人生 第一次大型的作品 我拚死也要上台 然後我那時候就 跟醫生講說怎麼辦 然後醫生就告訴我說 那否則先幫妳止痛 我那時候做了針灸 也吃了止痛藥 然後也有冰敷什麼都做了 可是還是沒有力量 後來醫生就幫我打了類固醇 加止痛藥 所以我是打類固醇 不能常打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對 結果我後來可能也是因為過量吧 我後來發現我的背後 有一塊凹下去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看到了 這個嗎 對 有拍到嗎 真的耶 妳有看好像黑斑 他就是凹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問醫生說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醫生就說 那是因為那個類固醇的關係 他問我會不會在乎這個 我說不會啊 對啊 這是我挑戰的 看他身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印記 對 然後因為 其實在表演鋼管的前面 有一些宣傳的活動當中 其實我有在錄影的時候 摔下來過 就是真的就摔 因為其實我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會摔 因為平常在教室摔都有軟墊 可是真的在節目上摔下來 那一瞬間 是覺得腦中真的一片空白 而且同一個動作 我在正式表演台灣舞娘的舞台上 也摔過 對 那時候觀眾呢 觀眾怎麼 因為那一天也是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室外是8度 所以整個鋼管是冰的 根本就夾不住 然後那天剛好又是企業包場 來的都是企業的VIP 然後我一上去 他那個動作可以示範嗎 可以 可以了 我們現在等電話示範 那你喊他當天 那一代沒有軟墊嗎 這個動作沒有 叫Jasmine Jasmine 然後就是 上來 然後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放手 對 我就是在這個動作摔的 就彈下去了 對 他現在剛剛的左手一直在撐 對 所以 那一天是因為左手也沒力 然後腳也沒力 所以康熙摔一次 然後在那個台灣舞娘舞台上 一夾一坐 然後手一過來的時候 對啊 那些VIP不就傻眼 他們可能以為是表演的一部分 對 他會以為是一部分 我就默默這樣滑下來之後 然後還這樣 就是自己再把它圓過去 然後那一天導演就是 在謝幕之後 導演有跟所有的觀眾說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天氣太冷 剛果然很冰 然後真的夾不住這樣子 對… 然後可是那一天就是 真的對觀眾很抱歉 你的敬業精神 其實已經掩蓋彌補任何事情 好不好 最重要是敬業精神 而且妳剛才就 在我們麻辣同學會已經成功了 真的 對不對 後來現在就成功 因為今天前面沒有做太多事 他為了這個錄影 已經睡三天了 為了今天錄麻辣同學 對 把體力養一養 是… OK 其實之前比賽的時候 因為鋼管其實是 練一修三是最好的 對 練一修三 就是妳練一天要休息三天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 每天都練 然後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妳到第二天第三天 妳根本沒有力氣 跑不上去 但是那時候就是為了比賽 只有五天的練習時間 所以就每天都練 然後練到我就是 大腿跟屁股這邊 有一條筋拉傷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妳當初 按發現場的照片就對了 這是磨的對不對 就是這邊那一側 就是夾的 各種夾 然後我現在這邊也有一個 就是破皮 長破的地方是這一塊 它現在已經就是暗沉了 硬硬的 對 然後這邊到現在 我就是 只要一個洞 它還是會卡一聲 就卡會一聲這樣 因為已經有傷到了 變成一個舊傷 對 繞了病跟在這兒 繞了 那妳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不敢再跳鋼管了嗎 其實不會 就是像小嫻姐講的 就是鋼管帶給我的 勇敢的印記 對 勇敢的印記 其實鋼管這個東西 如果女生真的要表演 就是覺得 妳應該要知道在上台之前 妳就基本上 就不要再做任何的動作 如果妳做好準備的話 因為肌力訓練的第二天 第三天都是最累的 就是肌肉會痠痛的時候 妳就像瑩瑩講 妳要讓她的時間要休息 休息一下 對 其實妳可以來把 妳之前複習的動作 然後再把它做出來 其實會比較好 就不要那麼急的時候 應該是對這個方面 應該會特別了解 對 可是還是有些時候 是妳沒辦法去避免 它會掉下來這件事情 朱子晨絕美鋼管舞之後 加碼再跳姐姐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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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管一跳姐姐 這是第一次看到 可以嗎 姐姐 可以啦 絕叫聲在哪裡 好 好酷喔 好酷喔 妳應該是對這個方面 應該會特別了解吧 對 可是還是有些時候 是妳沒辦法去避免 它會掉下來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攝影棚很冷的時候 它就是滑的 那我那天做了一個動作叫做Half Moon 就是像半月形這樣子 然後我在教室做也是都很OK 然後那天是嘗試做旋轉管 那旋轉管它的難度就在於 一旋轉了你離心力 離心力太大 你可能會抓不住管 因為你的核心或是你手 因為我手沒有力 然後那時候做的這個動作 我們在彩排 我就覺得應該OK吧 就不知道為什麼我手一用力 腳就突然鬆掉 我就從在高空中直接頭炸地掉下來 然後整個大胎充 對 加上我又是在做一個Half Moon 我是倒過來做一個下腰的 在上面是一個這個形狀 等一下直接這樣夾心餅乾 在我的脊椎就折了一下 我當下 因為我本來腰就有救傷 結果我在地上我就躺了15分鐘 我就趴著15分鐘 連話都沒辦法講 然後他們又不敢隨便動我 因為一動我可能我的筋或什麼 就一個卡到的話 也許我就半神不隨了 所以我就完全不敢動 然後他們說要不要貼什麼 要冰敷什麼 我說我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等我就是恢復一下意識這樣 因為我當下掉下去的時候 我也是整個都就是 非常辛苦 可是這個事情 我真的不喜歡跟家裡的人講 所以今天這集播出的時候 我應該是 媽 妳要去哪裡玩 讓妳當時反對的爸爸知道 的話還得了 對 所以我都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爸說做這事情 這麼危險有沒有受傷過 我才說有啦 就稍微這樣 但還好 都沒事這樣 我同樣做他那個動作 我也炸頭過 對 因為那個真的是 它其實不是非常難 可是妳會用錯力氣 因為妳在上方的時候 妳會有點忘記說 妳的腳要夾 所以妳手一用力使用腳就鬆 一鬆了 妳的主要支點不見 就掉下來了 所以那個術一下改這幫腳 妳剛剛說半夜 對 就改成炸頭就好了 重點不是要炸頭 都可以炸頭 都可以炸頭 從夢到現在 我就沒有再嘗試過這個動作 因為我覺得會有陰影對不對 會有陰影 對 很可怕 我有炸過就是 可是我不是炸 我是坐三角頂 然後一用錯力這邊 就是像 就是會這樣子一個禮拜 因為沒辦法 那個力氣如果用不對 還會做到縮頭 運動員要提醒你頸椎不要受傷 頸椎跟腰椎這兩個地方 是很重要的地方 這兩個地方一旦受傷 很可能就將來半身不遂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腰椎跟腰椎我都因為肛管有受傷 所以我現在持續都還是要復健 那反而雅筑比較沒有明顯的傷痕 對不對 有啊 我的腿都是有的沒有的一堆 它這邊有的 有啊 它接魚的時候有被炸過 這有的洞 我也是 小腿有受過傷 有...就是頭上面摔下來 但是其實平常這種 就是顏色會退掉還好 可怕 就是孽童爛 其實其他那些紅紅的都還好 就是右邊上面那一顆 我有去看醫生 它是被三班加穩叮的嗎 對啊 這加爆 應該是在公園裡面玩久了 被叮的 沒有 就是摔下來 然後醫生說就是這個顏色會消 但是那個洞會永遠補得起來 你是撞到肛管嗎 它叫脂肪什麼東西的 這剛撞的時候還很新鮮 這個好像有沒有在溺水的時候 好像被人家抓下去那種 是因為跟管子摩擦嗎 不是 我那個洞是做到這個盤子 那個洞是撞到邊邊這個底下 不然其實應該不會熬下去 就是撞到一圈子 然後之後練習的時候是一個更窄 然後邊邊更尖 對 你們有沒有爬過這種鋼管 譬如說去外面練習 或去什麼地方 可能是因為鋼管自己本身 沒有固定好 趕倒掉了 有沒有這種情況 比方說上一個人用旋轉管 還是什麼 他沒鎖好 沒什麼 然後其實他也不會真的轉一圈 他只是會轉半圈 因為你沒鎖好 可是有時候你一練 發現你轉半圈 所以你嚇到你後面的動作 你就可能會失去 我們有曾經在演出前的半小時 我們的副導 就幫忙去擦鋼管 結果一擦就把整根拔起來 那多可怕 然後就看了一個洞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分離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這是表演的時候還得了 然後就請技術人員趕快來修… 終於在放觀眾進場的前一刻 把它修好了 那一天我們其實大家 看那個管子都有點怕怕的 可是怎麼會拔得起來 我不知道 他就這樣子擦 他就是沒有固定 我家的一隻也是 因為他要鋼管 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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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鋼管怎麼了 鋼管 鋼管 其實鋼管它的原理就是 很像浴室的伸縮感 你把它轉死 它就是兩邊撐住 然後我有一個 就是胖子朋友來我家 然後說 你家有鋼管 這樣 我就趕上轉去 他整隻菜汁 這太重了 就是壓倒鋼管的 最後一個胖子又發生了 今天其實非常高興 可以邀請他們四位來到現場 但是我們還是想看一段精采的表演 有嗎 整段的表演 可以嗎 有嗎 他們四個當中好像誰 因為楊雅筑她是這個 腿什麼家暴 腿斷掉了對不對 然後小型中太久沒跳了 後面也是一個動畫 對 又一個動畫 然後鷹鷹是爸爸反對 對 我們自己多吃的話 他很好吃 對 子晨反對 沒爹沒娘 那就是我嗎 沒爹沒娘 好 沒爹沒來代勞一下 好不好 請你代表一下我們四位美麗女性 來為我們表演一小段的鋼管的舞蹈 好不好 就一小段 謝謝 各位先生們 讓我們歡迎Kita 舒子晨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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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el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 Follow me to the dark Let me take you past our satellite What You could see the way you thought to life Oh my goodness That pain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Fading in, fading out On the edge of paradise 每一根皮 是一根草蕉 我必須找到 只要你能把我打烈 只要你能把我打烈 我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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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漂亮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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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真的是非常感謝妮可她的表演 讓我們看到麗雲美的街 妳剛剛表演有沒有受傷 沒有... 再來一首姐姐好不好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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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容易Cue 妳看她馬上會告知 職業拼 吵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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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來了就吃了 穿鋼管衣 跳姊姊 這是第一次看到 姊姊 可以啦 請教授在哪裡 厲害... 從她們四位身上 我們看到美麗的背後 就是無窮的努力 因為無窮努力 所以說她們今天 如此美麗 再次感謝四位來到 華大夫協會 謝謝 謝謝